果然又突破自我了 耶 容忠好 過關 好 今天指定賽 每位參賽者今天都表現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先來公布本週MVP OK 今天的MVP就是 唱了最高分的老大邵玉祥 43分耶 所以你可以得到老師的神秘禮物 就是王志平老師的神秘禮物是什麼 請跟大家講 我在講邵玉祥應該不敢跟我要禮物 這就是最好的禮物 我幫他開課 沒有啦 OK 我當然就是有 我唯一想到就是 真的會請他好好 我會款待他到我餐廳裡面吃一頓好的 但是呢 看樣子他就身材維持這麼好 應該不要吃太好了 吃清淡一點 好 謝謝老師 也恭喜邵玉祥 本週MVP 接下來我們今天是13強決定賽 OK 所以說 今天其實恭喜大家都有進步 可是今天超舞的精彩開始 就是好像歸度賽跑 今天在低分組的那些烏龜們都跑上來了 所以我覺得高分組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我覺得現在以後鹿死誰手還不知道 好 大家要努力 OK 今天我們要很遺憾地宣布 今天被淘汰的你的分數拿到今天最低分 很抱歉 高子涵 一路比過來你表現得非常好耶 你是澎湖之光耶 對不對 澎湖都以你為驕傲 那麼一路比過來 有什麼話要對全國觀眾朋友說 其實我一直告訴自己就是 來參加比賽不一定要拿到很前面的名次 因為我已經站在這裡 我已經比同年紀的人學到更多東西 我自己一個人來台北 媽媽沒有辦法被我來 我自己一個人坐飛機 自己一個人做所有的事情 可能很多同年紀的人 現在還是家裡面媽媽的寶 他們有什麼事情都是媽媽幫他們做好 所以我覺得 就是雖然我沒有拿到很前面的名次 可是站在這裡已經夠了 因為我學到很多了 而且我交了那麼多朋友 我覺得我很開心 其實剛好這個時間點 我也快要考大學了 然後我是該好好準備一下我自己的學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給全國觀眾朋友一個舉高 謝謝 謝謝大家支持高子涵 十四強喔 好 謝謝高子涵 收走的超五十四強 裡面躲在台上的就是超五的十三強 恭喜你們 恭喜… 其實我負面評價了不少 其實就是 有時候看到那些網友給我負面評價 我自己心裡面就是 我會想要放棄 可是是因為看到那些支持我的人 就是支持我的粉絲 然後我不能跟我加油打氣 我才會覺得說 有那麼多人支持我 我就根本沒有資格要放棄 不管有多少人不喜歡我 至少還有這些人喜歡我 我就是憑著他們給我的鼓勵 然後一直走到現在 就是 我還是會唱 還是會繼續唱歌 然後 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還會再回來這裡 就是 讓大家看到我的鼓勵一樣 有機會 那我對你們好 就更好 那個人 就是 那個人 你也要 幹嘛 你也要 我必須坦白講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個改編 我覺得真的很難聽 我非常贊成 我覺得很有創意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改編是非常有吸引 而且是非常有音樂素養 我真的很喜歡你唱歌 但是改歌另外四位評審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不用太重視他們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身體裡面住的是什麼樣的靈魂 這首歌呢我說真的 我認為是你超有史以來的表現 我覺得大概沒有排第一也第二的歌 非常超粉的技巧 我認為在超一到超五 應該沒有人可以超得過你唱這樣的歌 非常厲害 謝謝 謝謝 好極的愛上 是我今天最感動的 是這樣的 謝謝老師 太可怕了 真的很棒 很感動 我覺得沒話講 我喜歡你唱的這個版本 非常好聽 第三次給九分 我仿佛看到另一個阿彌陶寶寶 別讓我飛 將我溫柔緩揚 原諒我非曾經眷戀太陽